漢光電腦兵器推演 國防部首都對扮演解放軍的紅軍兵力不設上線 測驗台灣的不對稱 戰力能否迎敵 兵隊期間扮演國軍的藍軍 一度是陷入苦戰當中 但最後還是靠著奇襲獲勝 至於國慶預演 空警總隊在今天上午 由黑鷹咒護直線機 通過了府前廣場進行盤旋測試 但是因為天氣狀況不佳 取燒了垂涨項目 總統府前內政部空情總隊UH60M 黑鷹咒護直線機不斷在空中盤旋 進行實測演練 國慶即將到來 國軍馬不停蹄 展開國慶相關的活動預演 今年是第一次有直針機 在總統府前做一個滯空的操演 以今天測試狀況來說 風速來講 可以是符合我們在整個 硬體搭建上的一個強度的期待 所以我們預計可能還是當天 會照正常的科目來做操演 今年空情黑鷹將首度在府前垂降 但暗於氣候不佳 取消了垂降演練 也讓外界好奇 國慶大典究竟會大展什麼樣的科目 除了兩岸情勢升溫 國軍的每一部動向都備受關注 雷天兩千多管火箭對敵展開火力繁殖 三軍不僅士兵演練 漢光電腦兵推更是年度重頭戲 臺灣人會團結一心 沒有人可以從我們手裡 把臺灣人的自由民主抢走 紀念的漢光電腦兵棋推演中 紅軍主帥由國防大學校長 王信龍上將擔任 藍軍則是參謀總長黃樹光上將 負責調度 國防部首度對扮演解放軍的 紅軍兵力不設上限 雖然臺灣面對不對稱 戰力能否迎敵 雖然兵推期間 藍軍一度陷入苦戰 但最後靠著棋席獲勝 讓軍方內部士氣大政 無上限的意義可能會有很多種 不管是戰機或是火箭軍的飛彈 都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因為其實就是攻擊軍的 盡最大的可能力度來攻擊鎖軍 然後測驗我們守備軍的一些防守作為 兵棋推演其實是在找自己的缺點 或敵方的強弱的差別 那當臺灣缺乏哪一種武器系統 能夠透過兵棋推演把它找出來 所以找出我們的問題 找出我們需要補強的地方 這個是兵棋推演裡面是重中之重 使用現有的武器模擬不對稱 兵力的實戰結果 紅軍史無前例 清朝而出 藍軍守得艱辛 最後卻逆轉獲勝 將敵軍成功擊退 記者張嘉玲 下旬程留信息 請問報導 有 Aren子 火吾 在 �面大